九月新卯 北魏国主率领军队前去援助华台 命用太子拓跋谎囤住墨南 以防备柔然的进攻 又命令吴王拓跋鱼留守平城 庚子北魏征召国内各州军五万士族 分配给各支部队 刘宋宁朔将军王玄墨的军队 士气旺盛武器精良 但是王玄墨刚愎自用 贪婪好战 当初包围华台的时候 华台城内有很多茅草房 众士族请求用火箭 把这些茅草房烧掉 王玄墨说 那些茅草房是我们的财产 为什么马上烧了它们 这样一来 华台城里的北魏守军 就赶快撤掉茅草房 而挖掘洞窟住进去 当时居住在黄河落水沿岸的老百姓 都争先恐后地 给刘宋军队送梁末 而且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 拿着武器前来投降 王玄墨不按这些人的原来组织统帅 而把他们配备给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使用 他发放每家一匹布 却命令每家交出八百个大礼 于是众人失望 王玄墨进攻华台 几个月都没有攻下 听到北魏救援军队就要来到 众将士请求用马车作为营垒 王玄墨没有同意 冬季十月鬼害 卫卫国主来到方头 派关内侯带军人陆真 在深夜从几个人穿过刘宋军的包围 偷偷进入华台 安抚内里的守城军队 登上城头查看王玄墨军营情况 辗转返回报告给太武帝 一瞅 北魏国主渡过黄河 号称百万军士 敲鼓之声如打雷般震天动地 王玄墨见状害怕了 赶快撤队逃走 北魏军队追击他们 杀死一万多人 王玄墨部下逃跑战死 到最后几乎没剩一人 丧失的军用物资及武器堆积如山 在这之前 王玄墨派遣钟离太守袁护之 率领一百只船坐前锋 聚首十计 距华台西南一百二十里处 袁护之听说北魏军队就要到来 立即派人骑骏马送信 劝王玄墨发动紧急攻势 说 昔日武皇帝围攻广固时 死亡的人很多 何况现在面临的事 比那时要紧急得多 怎么能再考虑士族的存亡劳苦 我希望把屠灭华台 作为最急迫的事情来办 王玄墨没有这样做 等到王玄墨战败撤退 他来不及向袁护之通报 北魏军主把缴获王玄墨的战舰 用铁链拴起来 一连拴了三道 切断了黄河 断绝了袁护之的退路 黄河河水湍急迅猛 袁护之从中流顺流而下 每遇到铁链锁 就用长柄大幅把他们砍断 北魏军队无法制止 所以到最后 袁护之只损失了一只船 其余的船只都完好无损 安全返回 萧宾派沈庆之统领五千士族 前去援助王玄墨 沈庆之说 王玄墨的士族身体疲惫 士气不足 而寇颅已经逼近 我们必须有几万人的兵力 才可以前进 一小部分军队轻率前去 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萧宾坚持要他去 即使正赶上王玄墨逃回来 萧宾要斩王玄墨 沈庆之坚决劝阻 他说 托巴桃威震天下 统率这百万大军 怎能是王玄墨抵挡得住的呢 况且斩杀战将 削弱自己的力量 这不是好办法 萧宾于是没有斩杀王玄墨 萧宾打算固守 沈庆之说 如今清济二州内部防务空虚 我们却在这里空守这座孤城 假如满鲁向东进军 那么清水一冬就不是我们的领土了 一旦被孤立隔绝起来 那么恐怕又会重演朱之寿华台一幕 这时正巧传达赵书的使者来到 告诉萧宾不许他们撤退 于是萧宾又召集各将领商讨 大家都一哄同声说 应该留下来坚守 沈庆之说 宫城以外的大事 将军完全可以自行决断 赵书从很远的地方传下来 皇上下赵书时 并不了解目前这里的形势 接下您有一个范增却不用他 只是这么空谈 又会有什么计策可以使用呢 萧宾和在座的各位将领 都忍不住大笑说 沈公您的学问真是有长进啊 沈庆之力声说道 你们虽然博古通今 却不如下官我用耳朵仔细地学习 于是萧宾派王璇莫束手 深谈袁护之聚首亲口 自己率领各路大军返回历程 润十月 庞伐起登各路大军进入卢氏 斩了卢氏献献令李峰 任命赵南为卢氏令 让赵南率领他的手下将士担任向导 这时中兵参军柳元景 从百丈崖跟随各路大军来到了卢氏 庞伐起等开始攻打鸿农 十五日攻克了鸿农 活捉了北魏鸿农太守李出古拔 建武将军薛安都留守鸿农 三十日庞伐起向铜官进军 北魏国主命令各位大将 率领士族分道一起进击 永长王拓跋人从洛阳向寿阳挺进 尚书长孙真直逼码头 楚王拓跋剑直取东离 高梁王拓跋那从青州直取下批 北魏国主自己率军从东平直入邹山 十一月初五 北魏国主抵达邹山 鲁军太守崔邪力被北魏升秦 北魏国主看见秦始皇时刻 命令士族把他推倒 同时又命人用牛羊猪三种牲畜去祭祀孔子 刘宋楚王刘建从青河向西挺进屯兵萧城 布尼宫从青河向东挺进屯兵流城 武陵王刘俊派遣参军马文公率军增援萧城 江夏王刘义宫派遣军主姬玄靖 率军增援刘成马文公被北魏军队击败 布尼宫途中跟姬玄靖相遇 二人率军转而向包桥进攻 他们打算渡过清水向西进军 沛县百姓正在放火焚烧包桥 半夜在树林里不断地敲鼓 北魏军队以为是刘宋大部队来了 都争先恐后地抢渡包水 被淹死得差不多有一半 刘宋文帝任命柳元景为鸿农太守 柳元景让薛安都尹贤祖 先率领士兵到陕城与庞伐旗等会师 柳元景则在后方征收粮食租款 陕城险峻坚固 刘宋军围攻没有攻下 北魏洛州刺史张氏连体 率领两万名士族翻过小山险要 前去陕城增园 薛安都在陕城城南迎战 北魏派出突击骑兵 刘宋各路大军抵挡不住 薛安都勃然大怒 脱去战盔解下铠甲 只穿着红色的无袖汉衫 他骑着战马也除去了护甲 怒目而视手持长矛单枪匹马 大声大喊着直入北魏军中 长矛所指无人敢挡 北魏军左右夹射也未能射中 薛安都这样突入敌阵几次 杀死杀伤北魏将士不可胜数 正巧天黑了 另一名刘宋将领鲁元宝 率领军队从寒谷关来到这里 北魏军队这才退凑 柳元警派军副柳元护 率领两千步骑兵救援薛安都等 深夜抵达陕城城南 北魏军队并不知道 第二天薛安都等在陕城西南地带陈兵 曾方平对薛安都说 现在前敌当前兼城在后 这正是我们应该去战死的时候 如果你不前进 我就斩了你 如果我不前进 你就斩了我 薛安都说 好 你说得对 于是两军交战 柳元护率领士卒 从陕城南门 击鼓呐喊杀出 惊奇招战 被卫军队非常恐惧 薛安都一马当先挺身奋战 他身体受伤 血流在肘部凝柱 长矛也断了 换了也赶 又重新进入战场搏斗 各路大军也是越战越勇 从早晨太阳出来直到黄昏 北魏军队大败 刘宋军队斩了张氏连骑及其将士三千多人 剩下的北魏将士都跳进河沟 也死了很多 另有两千多人投降 第二天柳元警抵达 则被投降的人说 你们原本就是中原之国百姓 现在确定葫芦卖力 等到没有力量抵抗了才投降 为什么要这样做 北魏投降士族们异口同声地说 乌鲁驱赶我们这些老百姓为他们打仗 晚一些出来打仗的就要诛灭全族 他们用骑兵来驱赶我们这些步兵 很多人在为打仗前就死去了 这是将军您亲眼见到的事情 各将领打算将他们全部杀掉 柳元警说 现在皇帝的旗帜指向北方 我们应该让人爱做我们的先导 为我们开路 于是把这些投降者全都释放 让他们回家 他们都喊着万岁离去 初八 刘宋军攻克闪城